刘刘你可真没良心啊 一声不吭就跑了 你知道你来山宫这些日子 我有多担心你吗 天天惦记你 吃没吃好 睡没睡好 是不是又遇上什么麻烦了 有没有生命的危险 我这一想 就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 你知道吗 让夫人费心了 夫人那枪是吧 你别给我打岔 本来我还想着 这次来了是不是对你好一点 不再打你骂你了 可你倒好 直接让皇上贬为庶民了 知府 没我你知什么死了 你知不知道 这是我费了多大的劲 在皇太后那帮你求来的 不知道 你现在知道了 知道了 知道了 你知道了还那样 我没哪样啊 你还想怎么样啊 你那副四名医的小眼神 你手还握那么紧 夫人不是刚才跟您解释了吗 是他非要给我磕头拜我为师 我这双手一扶 就让您给看见了 什么拜师啊 你别给我再糊润 我这都是借口 不是夫人 真不是 夫人 孟南这姑娘啊 刚刚死了父亲 而且父亲死得还很蹊跷 她这不是报仇心切 断案心切吗 可以理解 你说她父亲死了 还有一档子事夫人不知道 夫人 您觉得这孟南姑娘长得怎么样啊 什么意思啊 不 不 不 我是说她长得还不难看吧 有话快说 傅国泰 瞧上人家了 这不说了吗 要利用回济南办案 带着秋武座一块走 你想啊 这么如花似玉大闺女 跟她回济南 这能用好吗这个 回的来吧还 这脑色鬼 这是秋武座自己想了个办法 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 后来我 我明白了 这么回事 她拜我为师 这样她就是我的徒弟 那傅国泰咱们也得忌惮三分 她不能娶我徒弟 这不顺水人情就帮她一忙吗 是这样 是啊 夫人 所以说呀 人家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不容易 这和珅 和珅什么 这都敲上人家了 这帮老色鬼 我真应该去告诉皇上 把他们 不行 不行 夫人 这事不能随便说 没发生呢 对不对 你怎么说人家没有真凭实据的 夫人 所以说呀 这个女孩啊 脸蛋长得好看 也是祸害 祸害 什么意思啊 她好看 我好看啊 不不不 夫人 她怎么能跟夫人比呢 夫人不光长得好看 而且命还尽快 她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 可不就是让人欺负呗 你说现在怎么办 啊 无父无母 无亲无故 容易吗 你说 原来事情是这么回事啊 是啊 老爷 那我错怪你了 没没没没 没有没有没有 行了 别跪着了 起来吧 不行 若夫人生了气一定要跪 必须得跪 一直跪到夫人消气 老爷 您是个为民伸张正义的大英雄 妥谢夫人 那就快起来吧 不能 一定要等夫人消气 你 对了 临来的时候我爹特意嘱咐我了 说让你在这儿委屈一段日子 他会在宫中尽力帮你周全 早日让你官复原职 所以你只要在这儿 踏踏实实地过一段日子 咱们就可以回京了 这 这 这可真是 多多有劳我岳掌大人了这是 咱们都是一家人 谁叫你是我的夫君呢 多谢夫人 多谢夫人 你啊 就这嘴好 不不不 是夫人调教得好 调教得好